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去完日本旅行叉足电的Ion 曾出现 今天发生无突然和沈月 妈仔汤君池和汤君耀一起出席珠宝活动 除了露两首曬首饰之外 还露多两首freestyle跳《全民造星》的主题曲前转 可爱得爆灯啊 只不过Ion 又为什么会无端端跳起这支舞呢 因为释逢早前阿姜 突然间他自己回带看《全民造星1》 有一天拍拍《怪道》他跟我说 Ion 为什么见不到你 我说是吗?你看到第几集 他说是25集 我说我有点什么事 也好 因为我初初又不太说话 那导演走过来问我 我就说你别问我 我不会说话 然后跳舞当然不会拍到我 所以奋斗士就是由见不到我 开始见到鞋 见到脚腕 膝头 多一点 然后见到这个人 我觉得自己跳舞比起 那时候是进步了很多 但是现在是否有信心可以挺前排跳呢 现在有的有的 我相信透过努力练习是可以的 所以其实我 那我当然跳舞我不觉得自己有天分 但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 就是做所有东西 我觉得毅力是胜过所有东西 就是大家坚持努力做好 就会有一天都见得下人 其实说到这样你都不跳叉 前转就是这样 我只记得 蹦蹦蹦蹦 没有了 就是这么多 五年的记忆都不是很游身 现在开始练多些舞就对了 畅畅明年就有solo演唱会 Ian都说超兴奋 又紧张 还说自己随时都ready好 多谢大家的关爱 不过都是 我觉得尤其是开演唱会 那么大件事 都很多东西籌备 都是看公司安排的 那当然我自己也都会 就是每一天都装备好自己 每天都预备好自己 就是我并不会说 我因为下年开演唱会 所以今年去到下年 就要积极一点 不会 而是每一天都在做这一件事 就是随时随地 比如你跟我说下个星期开演唱会 我都可以的 哈哈哈 其实每一位成员 我都很希望大家有属于自己的舞台 属于自己发光的moment 就是譬如 好像Jeremy Jeremy出Live每次都很压台 表演也都很好 他的能力也都有目共睹 所以其实其他成员都是 都有好自己独当一面的moment 好像街市都为他争取紧重 这个solo comment 我 我都在为他争取 就是 你再度公开 公开争取 真的公开争取 就是希望 Jeremy也是 其他成员也是 就是可以有多些属于自己的机会 Ian其实都很疼MIRROR的兄弟 好像他最近再度为AK寫歌 未来更可能会和其他成员合作 因为我第一个 寫给其他人的歌就是WOW 就是寫给他 那就是很感谢他的 他很主动问我 他就说可不可以怎么样 那寫完给他 他又真的很让你感觉到那种 我真的很喜欢 那我很开心的 他会很热情 很毫不论识地说 譬如我之前都有一些幻想过 我经常有写过一首歌 譬如是给一个女歌手的 我觉得很適合他 很幻想到他在台上唱的 但是我也是自己藏起来 我都没有去联络别人 那所以 你完全不知道 是啊 希望过几年我鼓起勇气的时候 你怎么开得嘴啊 好了 这个 我私底下消化一下 这一件事 那你会不会写给姜濤呢 他都找了你二十多集 欸 欸 嗯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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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我也很感激大家会主动问我 可不可以写一首歌给他 我觉得是 对我的一个肯定 所以我用心做好 老虎仔都说想你写一首歌给他 是吗 是啊 前几天说 老虎仔打算出歌吗 好啊 他想啊 可以 说就是 但他私底下没有联络过我 他公开争取嘛 有时候私底下争取也有诚意 如果他私底下争取 我立刻写给他 Ian 还说自己收买成八手demo传货 各位歌手朋友 还不快点行动 请大家subscribe comment 和likeV1HK的YouTube频道 再follow我们的IG和Facebook Disneyland W3M像平安 梁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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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